观众朋友们 非裔社团在亚特兰大中国城抗议示威的事件 引起了全美华人 中国大陆甚至于台湾香港观众们的广泛关注 来自亚特兰大的优秀华人代表 对此发表了他们的看法 当时看到这个报道以后 我的想法其实很简单 我觉得我们既然选择了在美国生活或者是工作 那我觉得我们就要去用一种积极的心态 去看待这里存在的任何的现象 去适应这里的生活 适应这里的体制 大多的华人商家呢 可能更多的 包括我们的华人呢 更多在这儿呢 更多的是关注自己的事业 较少的参与到这个社会的活动当中 那我觉得 遇到这一类的事情呢 就是我觉得我们华人呢 应该更多的去参与到一些 社会活动当中去 去到相应的一些政府的部门去沟通去了解 现在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我们有很多渠道 社交媒体可以了解很多信息 我感觉的话 有的有的媒体的话 它出来的东西也不一定很真实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基本的判断 有的事情呢 不能太激动 要有一个基本的判断 有的信息呢 不是说在微信上 在其他地方的信息都是真的 有可能有这个事实 但是呢 就是说在这个后面 到底有些什么东西 如果我们不了解的话 不一定需要那么激动 这个事情我是觉得 只要人家合理合法的 为什么不呢 而且我们也在抗扬 我们华人 思维游行过很多次啊 对不对 是吧 很正常 对吧 那您觉得从此次事件上 有没有对我们华人 有一些反思呢 有啊 我是觉得我们华人在这里 是绝对的少数民族 我感觉到吧 我们华人应该对社会多付出 多参与 OK 不能只是顾着自己家里 当然了 每个人都都那么忙 没有一个人说他不忙的 那么我也就是说 能够出力的时候 对整整个美国 美国社会要处理 我觉得有一点是 必须提醒我自己 当然也提醒相信我的朋友们 一定要注意 我们生活在美国 美国就是我们的国家 no exception 就是我们的国家 OK 要热爱这个国家 如果有可能 那就要对社会做出一些贡献 我是开绿本餐的 然后在开绿本餐 我其实说大多数的客人 也都是黑脸客人 然后他们的都挺好的 都挺好的 没有说怎么样子 而且我们一看到 我这黑脸那个客人 我也很开心 因为他们有时候都很忠诚的 是我们的忠实的一些客服 所以说他们的蛮多方面 也素质的各方面 也都我们也都觉得挺好的 那么总的来讲 我知道华人是在美国 我们既然在这边 长期的居住下来了 我们首先先要把自己先做好 然后在外面为人由上 我们也不要去太介意 自己的从哪里来的怎么样 你就不需要去care这些东西 就是做好自己的本分 能够帮助得到别人的 多帮助一些 对吧 然后可以的话 就让尽量的 我们能够 强加一些 政治 强证一些 要多注意这方面的东西 这样子的话 对我们法令来讲的话 也会提到保护作用 首先刚刚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好像第一个感觉就觉得 哎呀 这个疫情带来的 除了生活上的一些变化之外 好像在 在族裔之间的这些交流上 又出现问题了 但是后来通过看咱们电视节目以后 了解了这个背景 了解了这个背景以后感觉到呢 首先给我的第一个感觉 就是在买在美国这个地方 我们确实要任何事情 做任何事情都要合法 合规 所以他们这个团体 尽管我了解了他的这个背景之后 是一个少数的 少数族裔里的一个非常极端的组织 但是至少他们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他们是通过了一个正当的法律途径 在美国这个社会 我觉得这个社会最重要的两条呢 第一个就是创新的能力 第二个就是美国社会的这种包容的能力 这个社会接待了我们 接受了我们 那我们也应该接受这个社会里的各种族意 跟大家有一个平等的一个交流 我觉得呢 我们第一个呢 就是不要太惊慌 也不要太夸张 主要呢 我觉得应该学犹太人 你看犹太人呢 被他骂 对不对 但是犹太人呢 并没有太惊恐 他通过国家的手段 通过司法的手段 他把他定性为这种所谓的极端组织 但另一方面呢 他又出手去帮助这些黑人 就是帮助黑人的社区 咱们知道啊 这个犹太人有一句很经典的话 就是生活像共和党一样的生活 主张像民主党一样的主张 什么意思啊 就是暗地理事 民主共和党 宗教 自律 教育 这都是犹太人生活的一个跟华人一样 但一出门呢 一定要干 就高喊这个民主党的口号 什么呢 究竟穷人呢 种族平等啊 他还要把他自己放在一个什么呢 少数亿的一个状态 其实犹太人已经不是五十年代那个少数亿了 所以为什么很多犹太人咱们在美国马上大选 你发现很多的 包括这个我们经常说的这些 犹太的媒体啊 或者犹太的这些候选人呢 基本都是民主党 为什么呢 他要保存他的生存的空间 当然这个是可以是政治哲学 最根本的问题是犹太人作为种族的一个生存的一个法则 就是你赚了很多钱 你不能出去要悬负 你不能觉得你聪明 你要显得humble 这humble的一个情况呢 就是你要把钱呢 发给其他人 我们华人那个问题是什么呢 我们到全世界任何个国家 我们都封闭起来 我们日子过得都很好 如果你看那个 就是淘金时候啊 就在加州淘金的时候呢 我们看的电影里经常华人被欺辱 是吧 但是当时华人的平均收入比白人高很多 不是像你电影里看的那被打啊什么之类的 他们其实很多 当年记住这个孙中山革命的时候 那钱都是这些华侨捐的 他们是很有钱的啊 那现在这个整个美国的华人的整体呢 也是这样子 所以我的建议就是什么呢 一方面我们要通过司法的手段来保护自己 另一方面呢 我们要和黑人的这个社区呢 engage 也就是要介入 同时呢 我们就作为华人 就包括亚特兰娜这个 要和黑人的这个 主流的黑人的这个 政党也罢 或者政体也罢 包括他一些官员呢 保持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关系 甚至呢 做一些公益事业 那么毕竟现在示威这些 这个所谓的new black panther 这些人是少数 极少数 在黑人很多人也不认同他们 所以我觉得 最好的方法是 是个亲善友善 这个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啊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